大家好,我是Yankov Wong 今天我要替Karisa拍一輯相片 但我們有的時間真的不夠 而且我們還要去好幾個地方 所以我都要想如何減輕我們的行裝 幸好,因為剛剛Prophoto出了這支新的B2 它真的很輕、很小 是一個250Wh的Power Pack 連同一個很小、很輕的燈頭 再加上它新出的這套OCF的Modifiers 都相當方便 配合現在剛剛推出的B1的Trigger 它有TTL的功能,還可以有高速升 相信都會令我們的攝影加快速度 天氣雖然有點差,還一直下雨 但只要配合閃光燈運用得宜 出來的照片質素都可以相當好 由於B2的燈頭真的很輕 就算連上Modifier 我的 AssistantAlphys 都可以舉到它需要的高度 令我拍到你的照片 不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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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今天天氣都頗差,陰陰的天 也有很多運 但只要適當運用閃光燈 其實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今天用這支Prophoto的B2 其實相當方便 匯電很快比我想像中還要更快 所以我們很快就已經拍到很多漂亮照片 在我們拍完第一個位置後 我們快要轉到第二個 但我們很幸運離開那裏 竟然是出太陽 我們剛剛在觀塘的海濱長廊側面 我們用B2250火燈 已經可以把天氣雲彩壓光 拍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這些都可以的,現在這樣都可以的 很漂亮 不錯 不錯 對於這個不是特別大的製作性來說 氣材輕便是方便了我們很多 在我們走回我們Studio的期間 剛好看到有一幅有Grafitti的牆 顏色很鮮艷 也很搭配Carissa那件衣服 所以我們就立即用B2的一盞燈 舉到很高就可以做到一個像太陽的效果 回到Studio之後 我們立即就準備第四設想 用了這個bloomerang的架 我們就可以將B2的這個燈頭 設置到好像平常我們機頂燈的一個設置 當然可能你會覺得為何要這樣設置 但它最大的分別就是 由於B2本身是好像Studio燈一樣 是有Modeling Light 再加上我們用這個OCF的系統 它有Snoot 有其他Modifier 那我就算是一個車廂中 這麼狹窄的環境 我都可以立即看到 究竟我的燈 是不是打中我需要它打中的地方 我們在一起 我們到處理一下 每次看 我們不夠 你們看 你們在一起 照顧 Each Canc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